第32集 他之前还想着 也许还要好几天 甚至个把星期 才有希望达到站稳镜 可刚刚站桩 却是站出了点感觉 方元推他的时候 方平看似移动幅度不大 却是在改变受力点 让方元石成力 用到他身上不到三成 人推不倒 不是单纯的硬顶 硬是让人推 而是通过桩公的配合 去泄力 泄力 方平觉得自己 抓住了要点 进入站稳镜快了 也许就是下一刻 而此刻的方元 也小宇宙爆发了 方平居然这么挑衅他 叔叔能忍 审身也不能忍 之前单手推人的方元 这时候双手齐用 也不再是推方平的脑袋 他感觉大哥脑袋上 全是汗 太滑 换了个方向 小丫头双手猛地 朝方平胸口推去 让你喊我袁公管 小丫头气急败坏 丝毫没有流利的意思 方平不闪不躲 依旧保持马步姿势 上半身确实再次摇晃起来 十根脚趾也弯曲着 抓住鞋底 等到方元双手推到方平胸口的时候 那种不受力感再次出现 明明是正中胸口 这时候双手却是诡异地朝两边滑开 方元用力过大 身体一个倾斜 直接向方平栽倒过去 方平双手一动 将小丫头扶起 也不管她踉跄着走动 这时候的方平 脑海中还在回忆着 刚刚的那种泄力感 抓紧地面的双脚 这时候轻轻移动起来 上半身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很快 方平忽然身体朝后方倾斜 刚缓过神来的方元 一看就急忙倒 摔倒了 倒不了 方平迅速回了一句 紧接着 眼看着就要再倒的身体 在双脚并未移动的情况下 如同不倒翁一般反弹了回来 成了 方平脸色一洗 刚刚那一会儿功夫 她总算抓到了这种感觉 身体微微亮相一下 紧抓地面的脚掌有些酸胀 可这时候 方平也不在意 站稳的绝药 她已经掌握了 接下来 再次站桩 她不用这么刻意 也能做到先前那样 哈哈 我果然是个天才 方平难免有些得意 前后一个星期而已 尽管自己开挂了 可这么快掌握了站稳的绝药 方平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天赋的 而真实情况是 她精神力超出常人许多 精神力的提升 本就有助于提升自身领悟能力 见方平得意洋洋 笑得极为猖狂 一旁的方圆气得牙根紧咬 这家伙 欺人太甚 方平这时候要是安否几句 小丫头也就不和她计较了 可方平光顾着得意了 哪还记得刚刚挑衅的事 就在方平刚要查看一下气血消耗的时候 忽然感觉面前一阵清风拂过 这时候的方平可没保持站桩姿态 砰的一声 重重的落地声 让方平的臀部亲密着和水泥地 问候了一声 你 方平倒吸一口凉气 急忙揉了揉竖创的臀部 恼怒道 方圆 你干嘛 你还问我干嘛 方圆见她摔倒 脸上不由露出得意之色 康康你不是让我推你吗 还说我没吃饭 还说我白长了一身肉 你又没说停止 我不是满足你的愿望吗 臭丫头 方平嘀咕一声 倒是忘了这场 刚刚光顾着高兴了 也不和这丫头计较 刚刚感觉来了 挑衅了她一阵 不让她出口气 有得纠缠 方平也不起身 凝神看向视线中的数据 财富 三百二十四万 气血 一百二十四卡 精神 一百四十喝 刚刚片刻时间的消耗 比之前站桩半小时 消耗都大得多 尤其是精神力 一次性消耗了十喝 装弓的突破 让方平觉得 自己应该可以提升了 脑海中想着 气血精神提升 很快 数据出现了变化 财富 三百二十二万四千 气血 一百三十卡 精神 一百五十二喝 一百三十卡了 方平眼睛发亮 一百三十卡气血 不是关键 关键是 装弓突破到 一层站稳镜 代表着接下来 他可以结合 淬炼法 和装弓一起修炼了 无论是 王金阳 还是 谭家兄弟 都说过 装弓突破 站稳镜 才算是 正式踏上 无者路 这个境界的 准无者 可以结合 修炼法 修炼 正式朝 人体极限进去 有心想尝试一下 两者结合的 修炼效果 不过 看了看 一旁的方圆 方平 还是打消了 这念头 两者结合 第一次修炼 还是有些风险的 房间中 施展不开 在院子中 修炼 容易受到影响 不如明天 去新房子那边 再尝试 一旁的方圆 见他坐在地上 不起来 不游道 你没事吧 方平回神 笑意一下子收敛住 揪着脸 痛苦道 摔到尾椎骨了 方圆 你真残忍 真 真摔到了 方圆一下子 有些紧张起来 上前就要 搀扶方平 真摔到了 好痛啊 方平 你别吓我呀 这样吧 明天的家务活 洗衣服 这些事你都包了 我就不怪你了 原本还有些 担心的方圆 一听这话 瞬间反应了过来 气恼道 方平 方平大笑一声 一跃而起 也不给这丫头 报复的时间 直接回了房间 可恶 虽然装弓已经突破 方平依旧没有放松 晚上在房间中 方平继续开始站桩 细细体会着 第一层站稳的感觉 与此同时 南疆五大 王金阳双手插着裤兜 在校园小道上 漫不经心地闲逛着 路过的学生 有的满脸敬畏 让开道路 有的气血勃发 恨不得马上站上一场 也有女生 一脸的蹊跡 希望能被王金阳注意到 王金阳却是不管不过 慢悠悠地走着 低声抑郁道 要不要通知 那家伙一声呢 这小胆大鲜黑 敢争敢拼 适合走五道路 可惜只能靠自己 争自己搏 家里无法依靠 想到方平 王金阳总是不自觉地 想到自己 同样的家境 让王金阳明白 普通阶层 崛起有多难 有黄斌的丹药支持 又拿到了催裂法 这家伙进步应该不慢吧 也许有戏 算了 明天通知他一声吧 能不能争到 那是他自己的事 王金阳念叨了几句 也不看周边的人 明天自己就要挑战 武道社副社长 这个学期 把副社长的位置 拿到手 下个学期 武道社社长毕业 自己就能争取 武道社社长一职了 等成了社长 王金阳嘴角翘起 也许自己很快 就能进入中品境了 第二天 周日 早上起来 站了一会儿妆 洗漱了一番 方平便准备 去新房那边 方圆还没有起床 方平也不准备喊他 喊醒了这丫头 待会儿自己不方便出门 正准备出门 兜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掏出手机扫了一眼 方平有些意外 接通道 诶 王哥 有事 一般情况下 除非方平主动打电话 咨询一些修炼的问题 要不然 王金阳不会主动打电话 过来找他 修炼得如何了 还好 感觉进步很快 方平没有说自己 装弓突破一层了 他怕打击到王金阳 王金阳也不细问 听方平语气 应该是修炼得不错 方平手上有资源 进步快也正常 张总督突破至七品了 啊 方平有些奇怪 王金阳好端端的 和自己说这个干嘛 重生第一天 杨剑就在八卦 南江省的张总督啊 正在往七品镜突破 不过当时是八卦 现在则是被证实了而已 我之前和你说过 张总督突破到七品 位列宗师镜 可以为南江 争夺更多的武道资源 以往南江高考生 最优秀的一部分 都去了外地武大 南江武大 包括其他南江 本省几家武大 每年招收的声援 说句难听的 都是别人挑剩下的 今年张总督突破七品 省里希望能留下来 更多的天才 以前没资源培养 现在确实有了 为了留下这些 优秀的武科生 省里给出了 新政策新福利 方平连忙道 新福利政策 是什么 文化科是硬标准 我就不说了 主要还是气血方面 王津阳顿了顿 继续道 今年对于125卡 气血以上的学生 愿意报考南江 本地武科大学的学生 都有奖励 气血达到125卡 奖励现金10万 普通气血单三科 气血达到130卡的学生 奖金现金20万 普通气血单三科 一品气血单一科 气血达到135卡 现金50万 一品气血单一科 一品脆骨单一科 一品气血单 市场价30万 一品脆骨单 更是达到50万 一阵无语 方平正等着 对方继续说 对面忽然没了声音 方平连忙道 然后呢 什么然后 王金阳好笑道 气血超过140卡 都报考两大名校去了 这些人不缺资源 有奖励政策 也很难留下来 既然如此 还制定政策做什么 最后要是没人留下来 也是徒增校伙 所以目前方案 只制定到135卡 真要有好苗子 愿意报奖南疆的 五科大学 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找你面谈 害怕少了奖励 这倒也是 方平说着 忍不住盘算了起来 自己已经130卡气血了 还有十天体检 达到135卡 应该没问题吧 真要是达到135卡 那光是奖励 换算成目前的市场价 就价值130万了 这个奖励 不可谓不丰厚啊 这么多钱 哪怕没学校资源供给 也足够突破到一品境了 如果不是运气太差的话 毕竟有些人 突破会失败 别看方平现在手上担要不少 这些奖励 看起来还没他身家丰厚 可方平打劫的 是二品巅峰舞者 特力罢了 普通的五科生 像不靠家里 筹集百万以上的资源 跟做梦差不多 心里盘算着 方平又道 王哥 那135卡 报考两大名校的话 会有奖励吗 王金阳师笑道 当然是没有的 两大名校 每年报考的舞者都不少 他会奖励这些非舞者 如果是舞者的话 两大名校争抢声援 会给予部分奖励 哦 对了 你别拿去年和今年的笔啊 去年两大名校最低陆取契学线 也是125卡 那是最低 其他成绩都很优秀的那种 去年普遍情况是 128卡左右的契学 才能进入两大名校 垫顶的那种 今年的话 我估计130卡以上吧 135卡在南疆 自然是优秀人才 进了两大名校 今年大概也是垫顶的 方平 有时候宁为机头 不为凤尾 王金阳说着 语气严肃道 很多人都觉得 宁为机头 不为凤尾是在逃避 实际上何其短事 两大名校有多少学生 你垫顶的 谁会在乎你 学校的资源 你能拿多少 导师能单独辅导你 学校有了好东西 好任务 好奖励 能轮得到你 可是在普通五大 那就截然不同了 至于说周边 都是比你弱的人 会让你颓废 王金阳意味深长道 这倒未必 你真要觉得没压力 完全可以自己 制造压力吗 比如去两大名校 砸场子 被打得半死回来 自然就有动力了 套说学校为了名声 也会不惜资源 砸给你 让你进步 可你要是名校的 普通学生 来我们学校砸场子 被打得半死 也没人看你一眼 方平听到这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忽然道 王哥 这事不会是你亲身经历吧 王金阳干咳一声 确实不正面回答 因为这事 他的确干过 一品破二品的时候 没资源了 学校配给用完了 老王拎着大刀 就去了魔都五大 结果被人打得半死 一回到学校 校领导就有了决定 不能让魔都五大的领导 看了笑话 老王还是有前途的 不就是差一点 突破二品吗 没问题 资源全部给你配给到位 突破了二品 再去干他 于是乎 老王就顺利突破二品了 当然 这事干一次还行 干第二次 又失败了 校领导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而且得是优秀生 学校可不会傻到 耗费大量资源 培养那些没前途的家伙 老王其实有些后悔的 早知道在二品巅峰 再去干这事 可以忽悠更多资源 好在二品破三品 遇到了方平 最后也算顺利 说了句题外话 王金阳又道 今天给你打电话 和你说这些 还是希望你能争取 在体检的时候 达到一百二十五卡 一百二十五卡 方平嘴角直抽抽 看不起我方大天才 王金阳仿佛想起了什么 又补充道 当然 你不惜资源 丹药全部服用了 一百三十卡也有希望 可这样不值得 奖励的丹药现金 还不够你浪费的 以方平手上的那些血气丸 气血丹数量 方平要是不惜成本的吃 吃到一百三十卡 也不是没信 可吃了那么多丹药 得花多少钱 为了争取这些奖励 其实是不太划算的 还不如慢慢来 丹药毕竟有消化期 短时间内大量服用丹药 浪费的药效太多 方平也不解释 连忙道 王哥 那我气血要是太高的话 引起别人的注意 你就说我给你的丹药 没关系 王金阳不以为然 按照他的预计 方平哪怕全部服用了 当前能用的丹药 撑死了一百三十卡气血 毕竟现在距离五颗烤时间太短 丹药能吸收多少 也是有极限的 这样的气血 的确不低 在阳城 也会引起一阵小轰动 可他王金阳现在是三品舞者 南疆五大的天才学生 以他的实力和地位 照顾一下学弟 培养个一百三十卡气血的天才 也不算什么大事 实际上 方平现在修炼淬炼法和装功 消耗很大 王金阳觉得 能到一百二十五卡就不错了 至于有没有人会觉得 他对方平照顾得太过 王金阳丝毫不在意 不服气 不服气来找我王金阳好了 ض至小... ταν修炼法和装功能